比較不可思議的是說 有時候市長聽說有的 11點1點才上班 這個是讓我比較訝異的 因為像我們新竹市政府 每天8點就要開晨會 我認為責任制 是對市民負責的責任 那市政工作沒有做完 基本上沒有下班 我即便回到家都還在滑手機 那我每一天 如果能夠早一點 大概是9點10點 但是我剛剛有講了 其實我每一天一定都8點就開晨會了 那我想民眾不在乎的 不是說你幾點上班 而是你如何去將你 過去在選舉期間 所提的政見 轉化成政策 然後落實成建設 我相信這個才是市民最關心的 我想所有的國人 都應該要關注這個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對岸一直想要把 香港這個一國兩制 這個也強加在台灣人民的身上 所以我們大家都不能自身事外 那麼另外我覺得 香港政府應該要重視 這一次香港人民走上街頭的訴求 而不是透過鎮壓 或者是用抹黑的方式 來打壓香港人民的訴求 更重要的是應該要謹速地回應香港人民的一個訴求 我覺得香港政府的領導人應該要正視這件事情 自由 民主 人權 這個是全世界普遍的普世的價值 那我們都會持續地支持 也來關心香港的發展 那我也呼籲這個香港政府 應該要對於香港人民所提出的訴求 快速地給予正面的一個回應 我們都會 True 本身的一個回應 這一個回應 感谢观看